将疾病转化成开悟 如果某人得了重病并完全接受事实和向疾病臣服 他们就会放弃他们重返健康的愿望吗 这样与疾病抗争的决心不再存在了 是吗 臣服是内心毫无保留的接纳事实 此刻我们在谈论的是你的生命 而不是谈论的你的生活条件或生活环境 也就是生命情境 疾病是你生活情境中的一部分 因此它有过去和未来 过去和未来会构成一个连续体 只有通过你的意识存在当下的力量才能被激活 如你所知 构成你生活状况的各种条件存在于时间里 但是在这些生活状况之下 却有着更深层次更重要的东西 你的生命 无时间的当下时刻 由于在当下时刻没有问题存在 也就没有疾病的存在了 藉由聚焦在每一个瞬间 而不去给它贴上心理标签 疾病就被简化为一个或几个因素 身体的疼痛 虚弱 不适或残疾 这就是你现在需要向其沉浮的东西 而不是沉浮疾病这个概念 允许痛苦 迫使你进入当下时刻 进入强烈的意识临在状态 利用它来开悟 沉浮不是改变现实 至少不是直接的改变 沉浮改变的是你 当你被改变了 你的整个世界就改变了 因为世界只有你内在的反应 我们之前已经谈论了这一点 如果你照镜子时 并不喜欢镜子中的你 而开始攻击镜子中的意象的话 这就是疯狂的 而这就是当你处于不接受状态时所做的 当然 如果你攻击了镜子中的意象 它会反过来攻击你 如果你接受了镜子中的意象 不管它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对它友善 它就不可能对你不友善 这就是你改变世界的方式 疾病不是问题 你才是问题 只要你的小我思维处于控制状态 在你生病或残废时 不要认为你在某个方面已经失败了 不要感觉愧疚 不要责备生活 对你不公平 更不要责备你自己 所有的这些都是抗拒 如果你生的是大病 请利用它去实现开悟 利用生活中任何坏的东西去开悟 把时间从疾病中撤除 不要为它贴上任何过去和现在的标签 让它迫使你进入强烈的当下时刻 并观察所发生的事情 请成为一个炼金术师 将金属变成金子 把痛苦变成意识 把疾病变成开悟 如果你生了重病 你会对我刚才所说的感到愤怒吗 如果是这样 就表明疾病已成为你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你正在保护你的思维认同 保护你的疾病 事实上 被标记成疾病的状况 与你的真正本质 无关 停顿一下 当灾难降临 对于绝大部分无意识的人来说 只有在某种极限情况下 才有潜力打破自我的坚硬外壳 迫使他们沉浮并进入觉醒状态 极限情况包括灾难 暴动 巨大的损失 或你的个人世界的毁灭等 这是一个与死亡的会晤 不管是肉体上或心理上的小我思维 这个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毁灭了 在旧世界的灰烬中 一个新的世界会诞生 我们当然不能保证 极限情况会有这种效果 但它的潜力是存在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对事实的抗拒 会更加强烈 以至于让他们入了地狱 还有些人 只能部分的臣服 但是这样也会给他们 一定的深度和宁静 部分自我外壳打破了 这样就使得隐藏在思维背后 少量的光辉和宁静穿越出来 极限情况创造了许多奇迹 有些谋杀犯在等待死刑的最后几个小时 可能会体验到这种无自我的状态 及其所带来的深沉的喜悦和宁静 他们曾经对事实如此强烈的抗拒 让他们感受到无法忍耐的痛苦 并且他们无处可逃 也无法可逃 甚至没有一个思维可以投身其中的未来 所以他们被迫接受了这种不可接受的事实 他们被迫臣服 这样他们就进入了恩典的状态 而被从过去之中解放出来 当然 使恩典的奇迹得以发生的 不是所谓的极限情境 而是臣服的举动 所以 无论何时 即便是灾难降临时 或者某些事情严重出错时 疾病 残废 丧失家园 财富 或社会身份 爱人去世 或遭受痛苦 失恋 或自己面临死亡 你都会知道 他们还有另外一面 一个完全转化的炼金术 把痛苦的金属变成金子 并且 你离他们 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步 就叫 臣服 我不是说 在这种情况中 你会变得开心 你不会的 但是恐惧和痛苦 将会转变成一种 内心的宁静 这种宁静 来自一个深沉的地方 危险化状态 这就是超越一切的平安 快乐 与之相比 这是非常浅薄的东西 在光明的平和里 你会产生一份体悟 不是来自思维层面 而是来自你本体的深处 你体悟到了你的不灭和不朽 这不是一个信念 而是不需要 他正能的 绝对确信 将痛苦 转变成平安 我读过有关古希腊 一位禁欲哲学的文家的文章 当他被告知 他的儿子死于意外时 他回答说 我早知道他是不朽的 这是沉浮吗 如果是 我不要这种沉浮 在有些情况下 沉浮看起来不自然 而且没有人性 切断你的感受 并不是沉浮 但是我们不知道 当这位哲学家 说这样的话时 他的内心状态 是怎么样的 在有些极端的情况下 你可能仍然不可能接受当下时刻 但是 你仍然会得到第二次沉浮的机会 你的第一个机会是向当下的现实沉浮 承认现实不能改变 因为他已经发生了 然后是情况而定 做你必须做的事情 如果你接受现实 就不会再有消极心态 不会再有痛苦 不会再有不开心的事 这样你就会生活在一种非抗拒的状态之中 一种充满恩典 轻松 没有挣扎的状态 如果你做不到这样 当你错失了 这第一个机会时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意识 来阻止一些习惯性的和无意识的抗拒 或者因为情况是如此的极端 到了你绝对无法接受的程度 你就会创造某种形式的痛苦 表面上看起来是情况在创造痛苦 其实是你的抗拒在创造痛苦 现在你还有第二个沉浮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接受外在的状况 那么请你接受内心的状况 这就是说 不要去抗拒痛苦 允许它的存在 像悲伤 绝望 恐惧 孤单 或者任何形式的痛苦 沉浮 在不贴心理标签的情况下 去观察它 拥抱它 然后 观察沉浮的奇迹 是如何将深深的痛苦 转化为深深的宁静的 这显然是你的磨难 但让它成为你复活和提升的契机 我不明白一个人如何向痛苦沉浮 如像你自己所指出的那样 痛苦是不沉浮 那么你是怎样向不沉浮去沉浮的 请暂且忘记沉浮 当你深深的陷入痛苦之中时 所有对沉浮的谈论 都可能无效和失去意义 当你的痛苦很深刻时 你可能有很强的欲望 你可能有很强的欲望去逃避它 而不是向它沉浮 你不想去感受你的感受 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正常的呢 但是这种逃避无济于事 你有许多种逃避方式 工作 喝酒 药物 愤怒 压抑等 但是它们 不会使你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痛苦 不会因为你把它压到无意识中而减轻 当你否认你情绪上的痛苦时 你所做的或你所想的 以及你与别人的关系都会被它所污染 你会传播它们 就像你散发你的能量一样 其他人就会潜意识地拾起你的痛苦 如果它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中的话 它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 以某种形式攻击或伤害你 或者你会无意识地将你的痛苦投射到对方 从而伤害它们 你会吸引或创造和你内在状态呼应的事件 当你无法脱离痛苦时 你仍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是不去逃避它 而是去面对它 去全然地感受它 感受它 但不要去思考它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将你的痛苦表达出来 但是不要在你的思维中写剧本 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感受上 而不是集中在造成这种感觉的人 事情或情况上 别让思维利用你的痛苦去创造一种受害者的身份 为自己感到可怜 并讲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人会使你困在痛苦中的 由于你不可能从这种感觉中脱离出来 所以转化痛苦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深入痛苦之中 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变化 所以请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感觉之上 并且不要对它做出任何的心理标记 当你深入这种感觉时 请保持高度的警觉 首先 它可能看起来像一个黑暗而令人恐惧的地方 并且 当你脱离它的愿望产生时 请观察它 但不要采取行动 不断地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痛苦上 并感受悲伤 恐惧 愤恨和孤单等 请保持警觉 保持临在 与你的整个存在共存 与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共存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将光明带进黑暗 这就是你意识的火焰 在这个阶段 你不需要再关注沉浮了 它已经发生了 如何发生的 全面的关注 全面的关注就是全面的接受 就是沉浮 通过全面关注 你利用了当下的力量 也就是你本体的力量 没有任何抗拒 可以在这种力量中生存 进入当下时刻 就不会有时间的存在 没有时间 就不会有痛苦 也不会有消极的心态 对痛苦的接受 是通向死亡的旅程 面对痛苦 允许它的存在 接受它的事实 将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它身上 就是有意识的进入死亡 当你已经消灭了这个死亡 你就会认识到 没有死亡 你也不会再有恐惧 唯一死亡的 就是小我 你想要有一种 轻松的死亡方式吗 你想要没有痛苦的死去吗 那么 请你随着每一刻的消逝 而死亡 让你的意识之光 驱散被时间包围的小我 请顿一下 受苦之路 许多人说 通过深深的痛苦 他们找到了上帝 基督教中流传一句话 受苦之路 我想这指的是一回事 严格地说 我们没有通过痛苦 找到上帝 因为痛苦意味着抗拒 他们通过臣服 通过完全接受事实 找到了上帝 剧烈的痛苦 迫使他们进入这种状态 他们在某个层面 已经认识到 他们的痛苦 是自己创造的 你为什么讲 臣服和找到上帝 看成是一回事呢 因为抗拒 以思维密不可分 放弃抗拒 即臣服 就是思维的终结 放弃抗拒 所有的批判和消极心态 都会消失 这样 以前被思维所遮挡的本体 就会敞开大门 突然间 在你的内心 就会产生宁静的空间 其中 就有巨大的喜悦 在这种喜悦中 就有爱的存在 并且 在内心的最深处 有一种神圣的 不可测量的 和不可名状的东西 我不称他为找到上帝 因为你怎么能找到 那永远不会丧失 且就是你的本质的生命呢 上帝这个词 是有局限性的 不仅是因为几千年来的 错误理解和错误运用 还因为它意味着一个 在你之外的实体 上帝 上帝是本体本身 而不是一个实体 这里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没有二元性 没有你和上帝 上帝的实现 是最为自然的事情 你提到的受苦之路 是一种通向开悟的旧方式 一直以来都是唯一的方式 但是请不要低估它的效用 它仍然很有效 受苦之路的意思是 通过迫使你臣服 迫使你进入死亡状态 迫使你变得一无所有 迫使你变成上帝 因为上帝也是一无所有的 讲这些你生活中最坏的事情 你的磨难变成 在你身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 现在对于绝大部分无意识的人来说 受苦仍然是开悟的唯一方式 他们只有通过遭受磨难 才能觉醒 才能开悟 这个过程反映了 主导意识增长的宇宙规律的作用 并且有些先知也预测到了这一点 人类的痛苦不是上帝的惩戒 而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 同时还有来自地球的防卫措施 因为地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生物体 它会保护自己不受人类疯狂行为的伤害 然而 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开悟之前 就有足够的意识来避免遭受任何痛苦 或许你可能就是他们之中的意愿 通过受苦来开悟 即受苦之路 你最终会被迫臣服 因为你不能再忍受任何痛苦了 开悟会有意识的选择让你放弃对过去和未来的执着 来使当下时刻成为你生活中的重点 它会使你进入临在状态 而不是时间状态 它意味着你对事实说是 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痛苦 在你说我不会再创造痛苦 不会再遭受痛苦之前 还需要多长时间 你到底还要受多少苦 才能让你做出那个选择 如果你认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时间 当然还会遭受更多的痛苦 时间和痛苦是密不可分的 选择的力量 那些的确想受苦的人又怎样呢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遭受其伴侣的虐待 并且他之前的伴侣也是这样对他的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男人 为什么他不从这种情况中摆脱出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痛苦呢 我知道选择 这个词是新时代最喜欢用的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中 他的意思就不完全准确了 认为某人在他或他的生活中 选择一个不正常的关系 或一种消极的生活状况 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 选择意味着意识 高程度的意识 没有他你就不会选择 当你从思维和条件反映模式中解放出来时 选择就开始了 在你达到这个阶段之前 你是无意识的 从灵性的角度来说 这意味着你被迫根据思维的制约模式去思考 去感觉 去采取行动 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 这与智力没有关系 我遇到过许多高智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 也就是说他们完全被他们的思维所控制 事实上 如果智力和知识的增长 与相应的意识增长不协调 不幸和灾难爆发的潜力是巨大的 你的朋友陷入一种受虐待的爱情关系之中 并且不是第一次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选择 由于受到过去思维的制约 大脑通常会努力的再创造出他所记得的和熟悉的东西 即使那些让你痛苦 但是至少 他们对你而言是熟悉的 大脑通常会附着于他记得的事情 不记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 因为大脑没法控制他 这就是大脑不喜欢和忽略当下时刻的原因 对当下时刻的觉知 在大脑和过去未来的连续体中 打开了一个裂口 除非通过这个裂口 否则没有任何新的 具有创造力的东西能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你的朋友被他的思维所控制 可能会重新创造一种从过去学来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亲密和虐待 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 他可能根据 孩童时期学来的模式 采取行动 这个模式告诉他 他是没有价值 并且应该受到惩罚的 也有可能是他大部分时间都通过痛苦之身在生活 而痛苦之身 而痛苦之身必须以痛苦为实 他的伴侣也有他自己的无意识的思维模式 这种模式正好和他的互补 当然他的情况是自我创造的 但是创造这种情况的自我 是谁呢 他就是来源于过去的一些心理 情绪模式 为什么他会创造一个自我呢 如果你告诉他 他已经选择了这种情况 你就是在加强他思维认同的力量 但是他的思维模式是他吗 是他的自我吗 他真正的身份是否来源于过去 请告诉你的朋友 如何观察他思维和情绪背后的存在 告诉他有关痛苦之身 和如何从中摆脱 教他内在身体觉察的艺术 向他示范临在的意义 只要他拥有当下的力量 他就会打破制约着他的过去 他就会有一个选择 没有人会选择失常 痛苦冲突 没有人会选择疯狂 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意识来消除过去 没有足够的光量来驱散黑暗 你没有完全的保持临在 你还未完全觉醒 同时受制约的思维仍然在控制着你的生活 与此相似的是 如果你和多数人一样 与你的父母之间存在问题 如果你仍然怨恨你父母所做的或没做的事 那么你就会相信他们当时有个选择 他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的 人们看起来好像是有选择的 但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只要你的思维 即受制约的模式控制着你的生活 你还会有什么选择 没有 你甚至不在当下时刻 你思维认同的状态严重失常 这是一种病态的疯狂 几乎每一个人都遭受着这种疾病带来的痛苦 只是程度不一样罢了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时 你就不会有任何怨恨了 你怎么能去怨恨别人的疾病呢 唯一合适的反应就是慈悲 所以 这就是说 没有人应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负责 我不喜欢这个观点 如果你被你的思维所控制 尽管你没有选择 你仍然会遭受着无意识带来的痛苦 并且你还会创造更多的痛苦 你将会忍受着恐惧 冲突 问题和痛苦带来的负担 这样 痛苦最终会迫使你脱离这种无意识的状态 我认为 你说的选择对于宽恕也适用 并在 你宽恕之前 你需要变得完全有意识 并且沉浮 两千年前的人们 就已经开始使用宽恕这个词了 但是人们对他的理解却很有限 如果你的自我感觉源于过去 你就不会真正的宽恕自己和别人 只有拥有当下的力量 你也就是你自己的力量 你才能真正的宽恕 这会使过去变得失去力量 并且你还会深刻的认识到 你曾经做过的事 或别人对你做的事 连你的本质所散发出来的最微弱的光 都无法伤及 这样宽恕的整个概念 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我应该如何达到这种认识程度呢? 当你向事实沉浮时 你就会全面地进入当下时刻 并且过去将不再有任何力量 这样你就不再需要任何过去了 临在是关键 当下时刻是关键 我如何知道 我什么时候已经沉浮了呢? 当你不再需要问问题的时候 我这可能不可信任何过去 并不得生价 我们不得生价 这个您的深刻的